江湖告急 洪灾面前 我们如何自救 在预计 一定要随时关注洪水预警 留意听广播 看电视 耍微信微博 最好直接安装能定向推送洪水预警的专业app 随身携带救命报警器 洪水来临 第一反应 要往高处转移 雨靴一罐水 拖鞋会滑落 最好穿季带的运动鞋 系紧携带 汤水行走时 走在最前面的人 要拿一根长棍边探边走 避开水下的勾勾砍砍 安全转移 注意水深一旦齐腰 就千万不要继续汤水了 赶紧找一块高地避险 并及时联系救援人员 如果手机没信号 就试试其他办法 各种反光的 混响的 比如镜子 口哨都可以用 大红大绿的衣服物件 也可以披挂上阵 越吸睛越好 洪水滔滔 万一不幸落水 也不要惊惊失措 先摒弃并捏住鼻子 试试能不能站起来 如果水太深 站不起来 又没办法游到岸上 就踩水注油 抓住身边漂浮的任何物体 如果多人同时落水 且脚能踩着地 就可以手玩手 用牵制力 共同抵御洪水 若洪水来临时 你正在车里 马上汽车避险 一旦等水位上达到车门位置 水压就会让你无法开门逃生 直到车内灌水 内外水位相当 压力持平时 车门才能被打开 若车门无论如何也打不开 就设法砸开 侧面车窗往外爬 挡风玻璃可是砸不碎的 准备了吗 其实最好的自救方法 是在平时就掌握防灾 减灾知识 当真的洪水来了 才能做到临危不乱